电池版火车吗 有网友上传影片 把电池和磁铁吸在一起之后 放入铜线里头 电池竟然就可以像是火车一样 在铜线里头不停地跑 相当厉害 最主要的关键就是 铜线的磁场 以及磁铁的磁场 可以交互作用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 小时候小朋友们都喜欢玩小火车 但是您知道吗 自己也可以动动手 做出电池版的小火车 网友上传影片利用简单的道具 将铜线卷成一圈一圈的 接着再将磁铁吸在电池的两边 电池就化成火车一样 在铜线的轨道里不停地跑啊跑 而记者也自己来试看看 实际操作看看 将电池还有磁铁放在一起 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花了十分钟 制造这模拟的火车还有轨道 电池果然就顺利地往前冲 电流的磁效应的概念 什么是电流磁效应呢 其实动电可以生磁 当你的电荷在流动的时候 它的周围会产生磁场 电池两边的磁铁一定要相似才行 而铜线会产生电流磁场 前方的磁铁一定要与电流相似 磁铁想要脱离铜线才会往前冲 后方的磁铁以及铜线的磁场 是N级以及S级互相吸引 促使电池靠近铜线 仍然往前跑 如此一来 电池就会像小火车一样往前冲 比如说我们现在磁浮列车 它前面跟后面的磁场 一定是一个吸一个次向 尽力把他带动到其他 不管是直线的轨道还是圆圈 甚至是交叉的轨道 只要确定磁铁的位置 就可以制作迷你版的小火车 记得纯事链关你特别报道 对